今天我们再度的在最近的单元当中 都会邀请到了同综合医院 特别的是泌尿科各科的这个医生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空中问诊 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听到泌尿科 当然过去我们聊了很多跟社护线相关的 可是也不要忘记泌尿科 基本上男性跟女性 我觉得都会是息息相关 今天邀请到的是 吕景亨 吕医师 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因为之前几位医生 针对泌尿科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手术 都做了算是也让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 所以我会觉得做这个单元 好像是真的长了很多医疗相关的资讯 今天这个吕医师特别要跟我们聊的 这个手术叫做新型无创海浮刀手术 这个我是真的就是刘姥劳静大官员 因为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所以我请教了以下吕医师 吕医师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所谓的海浮刀手术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 这个海浮刀 虽然说它的名字有刀 但是它并不是说真的拿一把刀 去切除做一些手术的动作 它是有点像我们体外振波碎石 或者是放射治疗 把能量从体外隔空 聚集在我们身体的肿瘤 或者是一些需要切除的部位 然后用能量去温度去烧足去治疗它 所以它虽然名字有个刀 一开始我就一直问医生说 它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刀 然后有特别的这个 比如说进入身体动刀的一个流程 其实不是 它就像我们脑瘤 有的放射治疗叫做螺旋刀 这只是帮助民众了解 这其实是一种切除肿瘤的动作 但是它是用能量去烧足 是能量聚集 有点类似我们之前在说圣结石 那个很多人家说打石头打石头 就是振波碎石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 密尿科其实我们发现说 现在那个手术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不对 尤其是说他们大部分都是侵入性的治疗 那会选择所谓的海浮刀 是不是也是考虑到说 这样听起来它就没有伤口吗 对 那海浮刀它就是 刚才说的它是隔空的 所以就不会需要从皮肤切进去 也不会影响到旁边的 那个玻璃的时候 不会伤到神经血管 旁边的器官 那就是说 像但是这要你看你的肿瘤的分歧 它的位置大小 就选择适合你 还有它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 看它能不能够做长时间的手术 所以说它 它一般目前核准是用在 泌尿科的话 我们是用在社护腺癌 那它是属于早期的 就是早期或中期的肿瘤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用海浮刀 所以刚才主持人说 它是用能量聚集的方式 那如果说肿瘤 初期的肿瘤比较小 它可以局部去稍佐它 但是如果说肿瘤比较中度 或恶性度比较高的 那有时候你稍佐 因为社物线 一般正常的社物线 大概像一个鸡蛋那么大 那有些社物线肥大病人 甚至会像一个桃子 苹果 对甚至更大 那时候你去稍佐 你很难做完全把你的肿瘤清除干净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 像达文系手术啊 或者是其他的外科手术 来把整个社物线切除干净 这个时候才能够达到 较好的肿瘤治疗效果 但是这样肿瘤切除 现在它就是目前一般 像会说用达文系啊 或者一些机械手臂 就是因为社物线旁边 有很多神经血管 所以说切除的时候周围的部分 尤其可能肿瘤又比较旁边 就有时候比较难保留 那些神经血管 就算是像全世界开最多的 像帕特尔医师 他可能已经开了过万例的手术 他的科学 他的文献报道还是说 他可能也会 三成的病人还是会有尿失禁 或者是性功能 大概五成会有尿失禁 然后三成的病人 会有性功能丧失的情形 所以说像我们一般早期的 或是肿瘤比较小的病人 他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跟医师讨论 要去评估他 要不要做侵入性比较大的治疗 像海浮刀 他就是对这种早期的 可以局部操作的病人 他就可以保留他的神经血管 就比较不会去影响 他的性功能 排尿功能这些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肿瘤拿干净 并且有些人 就是有肿瘤在身上 就是很担心 那他就要把肿瘤拿干净 其他就算有稍微影响 他的日常的生活品质 他觉得没有关系 那就可以做比较大范围的手术 就是开刀的意思 所以开不开刀 或者是说要不要选择海浮刀 这个可能一方面 就是说你的身体的状况 再来可能也牵涉到患者 病人他自己的意愿 那这样说好了 如果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海浮刀的话 好处我们会是没有伤口 对 然后伪创 对他是完全没有伤口 我们这个 其实现代性的外科技术 就是表榜越来越伪创 出血量越来越小 会恢复时间越来越快 对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现在最显向 我们叫自然孔洞手术 就是从我们的尿道 从我们的肛门 从我们的阴道进去 这些自然孔洞 就可以达到 那个治疗的 肿瘤的效果 像是这个海浮刀 它实际上的操作 就是说我们 会有一个气场的探头 从肛门进去 然后这个肛门 它本身有超音波 它可以瞄准 我们射无线肿瘤的位置 然后它本身也会有 那个能量聚焦的效果 所以说它是从肛门 伸进去 就完全没有 那个皮肤的伤口 那它再旋转一圈 然后前后位置 把肿瘤烧灼干净之后 它就可以拿出来 那基本上是 基本上它需要注意的 术后的后 可能发生的病发症 就是你烧灼之后 你射无线可能 还是会有肿胀 所以说有可能会需要放尿管 放个两到三天 然后但是就是长期来看 你等你消肿之后 尿管爆掉 你就可以正常排尿 但是如果你是做手术切除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 假如说你的肿瘤很大 难免会伤到旁边的神经 到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有 可能5% 或者是更多的尿食精的机会 就长期来看 可以保留你的小便功能 还有你的性功能这样子 如果李医师你这样说 意思说要动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讲 他的确在风险上面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动刀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因为 毕竟肿瘤可能很贴近 我们周围的组织 所以是会有可能 你开完刀之后会衍生 比如说部分神经的感受不见了 或者是您刚才说的尿失禁的后遗症 对就是我们达文心手术过去常常会有几个 有5个最终的标准 第一个当然是肿瘤有没有切除干净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尿食禁 第三个就是性功能有没有保留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周边的组织 癌细胞有没有切除干净 第一个就是我们社会线指数 术后有没有再复发 也就是追踪我们身体的肿瘤 有没有局部的复发 所以说就是刚才说的 就算是全世界大分析 就真的社会线手术开最多的 难免可能还是有5% 或者是多少会有一些病人 有这些尿水线病发症 当然这个是统计的数字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在一个病人身上 对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有的人就是会很担心 所以说真的你很担心的病人 你就可以考虑放射治疗或者是害福到 但是还是必须先说就是 因为我们正常的身体组织 它的旁边的器官的包膜是很完整的 所以说你可能先做放射治疗 或先做海浮刀之后 你未来如果真的要去做摄物线手术切除 你的难度会上升 就是你原本很干净的摄物线的边缘 你等于是海浮刀照射过 它就会变成就等于是有发炎过 是结痂的意思吗 例如说你伤口结痂或者是就是那个组织变得没有边缘 没有那么那么阶线没有那么明显 到时候可能你切除 就是本来是心情一搏就可以分离了 到时候就会有点 这样子很粘迷 会有铁板一块的感觉 意思是说如果你动过了海浮刀的这个手术 然后你将来是要再做其他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就是你的手术难度会上升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说有的有的医师就是他对他的手术很有信心 他就会直接建议你做传统手术 做一般的受限切除手术 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要跟就是我要迎奉我们的病人 就是互相讨论 把好处坏处都跟病人讲清楚 都跟他讲清楚是蛮好的 再来考虑看是要用哪一种 是是是 手术方式这样子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说 如果说在泌尿科 这个海浮刀的一个运用 目前是在社护腺癌 对对对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前列腺癌 这是男性的特有的一种病症 对社护腺癌只有男性有啦 就很多疫症像是余天啊 或者是前往往健宣那个腺素脏 那还有像之前的日本的人的天皇 其实我们说社护腺癌 其实是一种富贵病 就是因为社护腺癌 男人大概50岁以后 社护腺癌就会越来越大 就会有一些排尿的症状 一般都是持药控制 如果肥胎就要刮除 但是一般都会建议男生50岁以后 每年会是社护腺指数 可能过去人类没有活那么久 可是随着人类年龄越来越大 这些癌症就慢慢的在跑出来 所以说就是随着年龄上升 这些癌症的趋势越来越多 是是 李医师不想请教 因为社护腺毕竟是男性特有的这个腺体 那如果在前面他有肥大啦 或者是说其他的困难 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治疗 才不至于说会癌化 还是说社护腺癌 跟他的社护腺的问题 基本上一定会成正比吗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社护腺癌相较于其他 像是肝癌啊肺癌 他其实算是一个长得比较慢的肿瘤 比较慢 对他可能你 如果你发现的时候是早期 其实有的他监测个一到两年 其实都还还不一定要马上去治疗 不一定要处理 就是他其实 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 他是属于早期的 就是看他的社护腺指数啊 看他的切片的恶性度 他其实他是可以做积极治疗 所谓的积极治疗 不是说不处理 就是说每三个月来抽一次社护腺指数 然后如果上升的话 就来做切片 然后如果说他的切片的恶性度 真的有在上升 再来做海浮刀啊 或者再来做社护腺切除的手术 这样子 就是说他这个社护腺癌 不像他的生长速度比其他的肿瘤慢 那因为其实根据统计 就是这种早期的社护腺癌 大概未来进展成高恶性度 或者是远端侵犯的 那个大概是那个 时间 他的几率 其实只有百分之够位数这样子 真的喔 那因为 例如说你 真的是非常早期的肿瘤 你就直接去切除 这个时候你尿石禁啊 性功能上失几率 就是反而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这样子 所以说 就是看你有没有很担心 但是有人就觉得 每天就买一个不定时炸弹 在身体里面 他就是很担心 那当然就是可以做积极治疗 但是现在的手术激素都很先进 就是就算是有稍微有点漏尿 但是通常都是不会到 那个严重的漏尿的程度这样子 所以其实医师讲的蛮好的 就是说他把各种的 这种情况前前后后 都跟患者说明清楚 你虽然发现了 现在是很初期 那你可以定期追踪 不一定马上要动刀处理它 因为你现在动刀其他的这个器官啊 会衍生的后遗症 这也是一个风险 但是必须说就是 因为现在台湾 我们都有说四癌筛检嘛 就是乳癌大肠癌口腔癌 但是就是因为 社会线癌指数 其实还是就是 病在国际上 并不是一个 对肠太检 那个筛检的一个癌症 所以说很多病人 尤其是台湾病人 跟欧美相较起来 他发现的时候 通常都是偏晚期的 这样子 那应该近几年来 就是大家有 比较有在做健康检查 比较有 健康意识比较抬头 所以说这个 发现的恶性度 有稍微往前的趋势 所以说就是 当然就是 但是一般民众 可能筛检到 他没有定期追踪的概念 所以说你能够筛检到 然后尽早处理 也是很需要 因为毕竟 社会性癌弱真的转移啊 对于我们的生活品质 甚至他的存活率 也都已经到后期 影响会蛮大的是吗 所以他存活率是比较低的吗 就是如果说 已经到了后期的 当然 第一个 他最常转移就是骨头啊 你就会全身骨头 酸痛 第二个是骨头 是我们的造血的器官 对 你的很多血红素 就不够 就贫血 然后你的白血球不够 就会很容易 感染免疫力很差这样子 然后你血小板不够 就是很容易 全身会有淤血啊 会有很容易有出一些倾向 所以就是如果说真的 你发现就是晚期的 他可能一两年 或是两三年 他的身份 他的整个健康 就会急转直下 了解 李医师 那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 针对这个 社乎腺癌 我们的男性朋友 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 某一些 怎么讲 就是征兆吗 还是说我刚刚问的 一般我们的什么 社乎腺肥大 这些问题跟癌化 这些好像听起来 没有直接关系嘛 对不对 第一个 社乎腺癌 其实家族性已传蛮高的 刚才说男生 大概50岁 都会建议 每年抽一次 社乎腺指数 但是如果你的 父 你的亲戚 爸爸妈妈 爸爸爷爷 或者是兄弟 或者是亲属的男性 有社乎腺癌的 他的 你就要提早到45岁 就要开始做筛检 这样子 好基因 家族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社乎腺肥大 他跟社乎腺癌还是没有直接相关系 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但是社乎腺癌 他因为他是癌细胞变大 他也有可能会造成像 社乎腺肥大同样的症状 就是你可能小病会变慢 变息会贫尿 是 那晚上起来上厕所可能会超过两次的一些 那个排尿 社乎腺阻塞的症状 所以说通常有社乎腺肥大的病人来 我们也是会同时帮他筛检 社乎腺指数 那另外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血尿 因为社乎腺本身就是一个血管 很丰富的组器官 如果你又有社乎腺癌 他的血管就会更多 那就会造成你有可能会有血尿的危险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真的有转移到脊器官 刚才说 其实他最常转移的地方是骨头 你就开始有肌肉关节酸痛 或者骨头疼痛的问题 尤其是老人家 有可能会骨质疏松容易跌到骨折这样子 是 这样听起来好像5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 如果你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不妨多关注一下男性特有的这个器官 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是同综合医院 特别谢谢这是李锦亨医师 也是我们的泌尿科专科医师 跟我们针对今天算是海浮刀这个手术 做了一番的解释 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 好了至少是我 我就讲知识 因为海浮刀 它并不是一种刀 它只是一个手术的名词 大家如果还有进一步 你有相关的问题 或者叫就诊的话 直接请下同综合医院 今天很谢谢李医师